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美军 很高兴在今天1月1号2024年的第一天 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一块的来关心一下 发生于Houston和德州的重要消息 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星期一 新的一年 新的一个月 新的一周的天气方面的概况 那么今天全天可能都会有雾 并且是下小雨的情形 那么普遍来说 休斯顿大都会地区会集结一英寸的雨量 那么下雨的情形一直会持续到星期二晚间 那么到星期三下午的时候 可能才会完全清除 那么在可以说是今天的凌晨12点01分 在休斯顿市议会可以看到市政府 现在换了市长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将是由新市长 John Whitmire来代表休斯顿 那么John Whitmire是休斯顿第63届的市长 他在子夜12点01分的时候来宣誓就职 那么他接手的这一个市政府可以说目前来讲 Homicide 就是凶杀罪下降了20% 在去年2023年和2022年比较的时候 因此目前的休斯顿警察局局长 Finnett他也继续来担任休斯顿的警察局局长 John Whitmire表示呢 当他成为市长之后 他有几个重要的决策 第一个呢是他将会更严厉的对付和打击犯罪 并且要在休斯顿地区的这些警长们 按时的举行会议 他说每个星期四的早上10点 他将会和休斯顿地区不只是HPD 还有各个的像是Sheriff Office 他们来进行会议来商讨 如何能够将各个执法单位部门合作得更好 并且他也表示 考虑将会要求通过更严厉的法律 来约束和打击暴力犯罪者 再来他的第一任市议会的会议 将会在今天早上11点举行 而刚刚卸任的前市长Turner Sylvester Turner呢 他是在休斯顿担任了两届市长 他在星期天的时候 于Community of Faith Church 在那里被可以说是荣誉的退休 并且给予最高的感谢 好 那么在12月19号发生靠近于Cypress Lake高中的这一个枪杀案 警方表示当时这名17岁前高中毕业生 他在车子里面接女友 等待女友下课的时候呢 跟另外一名男子起了口角 结果被射杀 那么这名凶手也是17岁 在Lake 应该是Cypress Lake High School 是之前的学生 那么现在不但是将他逮捕起诉之外 也将他的母亲 今年35岁的Brienne Reese逮捕了 因为他在警方来之前 将自己儿子射杀的这个武器给丢弃 试图掩埋证据 好 那么在过去这几天 由于是碰到了除夕 又是长周末 所以呢 现在休斯顿警方表示 他们积极地在过去这个长周末 来逮捕酒驾的驾驶人 从12月28号到12月30号 这三天的时间 就已经逮捕了180位酒驾的驾驶人 而司法部部长Kim Auk女士呢 她也表示 特别多的警员在道路上面 对酒驾的驾驶人进行开罚单 甚至逮捕呢 绝不留情 好 另外来自Fortbank County的消息 一名15岁有学习障碍的男孩 叫Kiden Wilkerson 现在宣布失踪了 他最后一次被看到的时候 是前天晚间6点半左右 那么他身高5尺11寸 是黑人的男孩 体重大约170磅 好 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 这个Powerball的乐透奖呢 在Tumbo售出了一个价值 200万元的彩票 所以说有人在Tumbo的这个mini Mart 买了这个彩票 如今今天1月1号醒来 他是百万富翁了 那么Powerball呢 要是有6个number全部符合的话呢 将会得到7亿6千万美金 那么200万美金 是因为6个号码中的5个数字 是完全符合的 好的 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 星期一和新年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